我说了两句 从现在这一轮发言的角度来说 第一位发言的 范儿赛是特别不好的 因为他上来用场外信息踩子涛 没道理 而且他上来就是说 把二皇子的钱财继承 惹到三皇子来 我说一个节目组安排角色的分析 咱们所有的人 除了首尾俩人 中间所有人都是在清雲年里的角色里边 所以咱们的杀人动机 是根据戏剧的逻辑 咱们都有杀人动机 但是这两个是节目组原创的 他上来就指出了三皇子的杀人动机 是因为要继承 这是最明显的 那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时候没有动机的人更可疑 他毫无动机 而是上来去 用表面动机去踩一个人 这特别不像一个豪人的玩法 子涛你清醒点 他又开始上厅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二皇子他是不是死于毒 我们还得把他拿出来 再解剖一下 万一他是死于说 突然想起高兴的事 然后就心梗了 心梗 对吧 也可能是血栓引起的 对 所以说死因不明 和这个具体是哪几个人干了 是不是一个人干了 这都不明 这种情况下 跳出来第一个踩人的人 有问题 反而是对 非常有问题的 对 我先跳一下 我下毒了吧 但是我跳 但我认为绝对不是我杀的 我认为这个最终十二人兄绝对不是下毒这么简单 首先这个下毒这事他得看伎量对吧 这个他是到达致死伎量的他也得是看最后一杯 所以就是我是第一个敬酒的 我明确我后边的所有人不肯定不是都给的谁 最后一杯废剑 沙逸 废姐 废姐你最后一杯吗 是我的 压死骆驼了最后有一根稻草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我哥这一次 我觉得他来了以后简直是我们团队的智慧担当 你简直碾压了我所有的人 因为他真的来了以后 我觉得他是咱们这里面最聪明的 你上一期还说我是最聪明的 那我后悔了 谁叫你那么傻呀 哈哈哈哈